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箭头函数 error function 箭头函数它是ES6里面新的概念 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通过箭头函数简化代码 怎么简化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今天的例子 我先定义了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有三个元素 10 20 30 没问题吧 那么接下来我要循环这个数组 把每个数组元素里面的值做一个整理 该怎么做 咱们先看看ES5是怎么做的 首先是定义一个新数组 然后让它等于 大家请看 例子有点map map是干什么的 它是循环每个元素 整理每个元素的值 对不对 OK 这个map的函数 其实 大家请看 它的内部其实是一个匿名函数 没问题吧 这个匿名函数有两个参数 value和index 一个代表着数组元素的值 一个代表着数组元素的索引 下标 然后咱们的函数体 例子比较简单 就是返回这个数组的值的二次方 自己乘自己嘛 对吧 然后咱们输出新数组 大家请看 这个是标准的ES5的写法 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如果换成ES6 咱们该怎么写呢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好像是短了一些 看 短一下 list.map 这都一样 没变化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function 没有了 取而代之 后面多了一个箭头 大家注意 这个箭头可不是一个符号 它是两个符号 我不给您拆开 您看 它是一个等于号 外加一个大于号 看起来像一个箭头 是吧 其实是两个符号凑数凑上一个箭头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可不是减号 有朋友说 问题是减号呢 减号是什么 减号加大于号 它是Java的Londam式 它不是Java脚本 这个地方请不要混淆 这是等于号 就这么一点区别 其他的呢 函数体内容完全一样 当然输出内容也是完全一样 大家注意看 这个写法是不是更加的简洁一些呢 还能简洁 咱们再往下看啊 有朋友说 你看你这输出了一个值的二次方 这index没有用 对不对 这index没有用 还写吗 可以不写 怎么不写 看啊 下面这个例子 new list 新数组等于 然后老数组.map 大家注意看 我没用到index这第二个参数 我就可以不写 我用到了第一个参数value 所以我只写value 我甚至连两边的括号都不写了 要直接跟箭头 然后跟函数体 函数体肯定是不能变嘛 这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样就能够达到和上面一样的效果 而代码大家请看 哦 小小的 非常的短啊 非常的舒服看着啊 简洁 然后咱们这输出新的数组的内容 OK 这就是咱们今天所讲解的样例的内容啊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小而静 小而短啊 好 咱们试试啊 首先我先运行第一个ES5的写法 node 空格 咱们的GSS文件 回撤 大家请看怎么样 100 400 900 这个没问题吧 非常标准的自己 成自己的一个新数组整理的MAP写法啊 OK 接下来咱们试一下ES6的写法 标准的ES6 够 简头函数啊 看一下 没有报错 出入的内容呢 也是完全的一样 什么什么 什么执行成功嘛 对吧 它是认到这种语法了 没有问题 OK 再接下来 咱们再去掉index的参数 再试试看看它能不能还成功 试试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咱们输输三行完全一样的内容就对了啊 试试 够 哦 完全一样 说什么什么 说什么这个也成功了嘛 对吧 因为咱们没有用到index 所以说呢 也不写 呃 代码呢 非常的简洁漂亮啊 小而静 小而短 非常的不错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关于箭头函数内容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我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请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